欢迎收听古风穿越爆笑言情剧《第一娇》 作者 苹果小姐 小仙女 追马 领先演播 第五十二集 原油 见到苏青和荣恒来了 顿时犹如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了娘 各自看向自家主子 呃 一百零八死士是见了颠 一百平阳军也是见了颠 只是一百平阳军满脸委屈 一百零八死士满脸心虚 一会儿会不会打起来 他们打平阳军这一百人绰绰有余 可苏青打他们这一百零八人也绰绰有余 而且人家是未来王妃 他们似乎只能挨打 不能还手 原本诡异的现场 在苏青和荣恒来了之后 更加诡异 荣恒扶置心灵地看懂了他死士的表情 顿时脸一黑 苏青则是朝他的将士横了一眼 既不如人还处这里干什么 一百平阳军委屈一脸 然后极其如释重负 转头离开 常青 我怎么觉得 他们刚刚松了一大口气的样子 伏星屡屡压压的毛 道 当然大松一口气了 让人打了也就算了 居然集体被打晕 这么丢脸的事也做得出来 主子不罚他们已经是天大的赏赐了 一百零八死士听见这话 集体吸了一口气 戒备地看向苏青 苏青却已经蹲身检查 那具臭气熏天的尸体了 一百零八死士见苏青 一点要揍他们的意思都没有 大松了一口气 彼此向身边的人 露出了一个劫后余生的笑容 熔横横了他们一眼 出息 抬手一挥 一百零八死士火速消失 苏青检查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 叹了一口气起身 女尸 死亡年龄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 死了大约一年左右 是被勒死后埋下的 身上没有别的致命伤 另外 她身上的衣料不是宫庄 荣衡心头泛起了莫名的情绪 苏青竟然真的懂 荣衡失神之际 苏青朝荣衡看过去 现在 殿下能解释一下这镯子的特殊之处吗 荣衡低头看了镯子一眼 神色微深 这是我母妃生存时 父皇亲自送给我母妃的 镯子那一侧 刻了我母妃的名字 但是 不久之前的一次宴席上 这镯子莫名从平阳侯的身上落下 当时就有姑女说 她曾亲眼见到我母妃 把镯子给了平阳侯 我母妃解释不清镯子 为何到了平阳侯身上 平阳侯也解释不清 再加上 那个宫女的指证 父皇大怒之下 就将我母妃打入冷宫 又将平阳侯 打入死牢 苏青照眉 皇上这么不顾脑子 这很明显是陷害啊 而且是很没有水准的陷害 就算是思乡授授 也不送刻了名字的东西啊 更何况还是皇上送的 容恒苦笑 所以 没过多久 父皇就借口事情已经查清 乃有人须一陷害 放罗母妃和平阳侯 苏青点头 这还差不多 可事实上 根本什么都没查清 纵然我父皇相信母妃 和平阳侯之间的清白 可这件事 始终是在心里的一根刺 皇上的这种心思 苏青倒是理解 毕竟这涉及帽子颜色的问题 又是宠妃与爱将之间的问题 这刺埋在那儿 没人动 就安然无恙 一旦有人处心积虑 利用这根刺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苏青神思一转 疑惑道 荣恒看着苏青 面带奇怪 你一点不知道 苏青摇头 不知道 荣恒道 七年前 七年前 他九岁 苏青小脸一垮 难怪 我十岁之前的记忆 都是空白的 荣恒皱眉看着苏青 等他下吻 苏青苦笑道 就是失忆了呀 不光我 福星也失忆了 福星附和点头 怎么会失忆呢 荣恒非常不紧 苏青一叹气 哎 我爹娘说 是因为我有一回吃得太多了 撑得肚子疼 疼着疼着就睡着了 睡着睡着 醒来就失忆了 吃撑了失忆 还有这种操作 荣恒匪夷所思地看着苏青 苏青十分认真地点头 我知道这个解释有点诡异 但是我爹就是这么说的 一时间 山林寂静 有乌鸦叫着 从大家头顶飞过 各怀心似地沉默了一会儿 长青率先打破沉默 拽了拽 福星的衣袖 长青低声道 你家主子什么时候 学了武作的本事 他实在好奇 福星想了想 好像的确没见主子学过 然后福星就非常肯定 又骄傲地道 我家主子生来就会 长青 虽然他俩是刻意压低声音交流 但山林太过寂静 这种压低声音 等于没哑 荣衡一脸扭曲地看向苏青 生而知之 把他这个穿越货解释得这么高大上 苏青无比满意 眉毛一挑 笑道 羡慕不来的 这得上辈子积德 这是骂他上辈子不积德 荣衡脸一黑 正要怼回去 苏青已经开口 可这个镯子怎么会到他手上呢 当时那个镯子怎么处置的 苏青把话题拽回案子 荣衡只得作罢 总不能人家都关心案子了 他堂堂欺齿男儿 对一句话揪着不放吧 虽然他很想揪着不放 当时皇后抱恙 德飞暂时代理后宫 这镯子 他收了 荣衡道 为啥德飞收了 苏青不解 荣衡道 父皇说出镯子不吉利 让将人将镯子毁了 重新打造了一些小物件 当时领着个命令的 正好是德飞 镯子不吉利 就毁了打造成别的东西 那别的东西吉利吗 皇上这思维的确很独特呀 你叫我来 不光是为了舞座验尸吧 苏青朝荣衡道 我想查清案子 查出个真正的水落石出 可我的身份 荣衡话音里 带着若有似无的苦涩 苏青打断他 带着坏笑道 尸体在青云山发现 而你 根本没有任何来青云山的理由 因为你是病得要死的病秧子 荣衡脸一黑 悠悠看向苏青 苏青继续笑道 所以 你打算让我做你的挡箭牌 你暗中查案 我明里告状 是不是 你早就想到了 荣衡面有表情道 苏青呵呵笑道 是啊 我生而知之嘛 荣衡 长青 苏青继续道 我可以和你合作 但是 好处 荣衡咬牙 什么叫合作 我查清了案子 对平阳猴也有好处 苏青笑道 那你去找我爹啊 点赞评论分享 是最好的催更方式 更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 欢迎订阅